好的,前面給母蟲們分配好了產木 還等啥啦 咱今晚就來佈置一間廠房看看囉 OK,處理產木 這些產木已經耗過半天的水 也放在陰陽處晾半天 用廢氣鈍鈍的水果刀 就可以輕鬆地將樹皮削掉 由於長路已經泡過水 樹皮就很容易分離 這些樹皮削下來也別急著丟掉 有些比較厚重的樹皮 就拿來鋪產房 防止母蟲摔倒 不盡其用 削乾淨,很像削甘蔗 應該比較像削縫梨 樹皮一定要削掉嗎? 整根放進去產房,不行膩 當然不建議這樣做 因為樹皮相當的精密 如果母蟲耗費心力在啃咬樹皮 那體力肯定受影響 連帶的也會影響產卵的成果 再來呢 把植菌孔內的菌挖掉 當時這些植入的菌 就是為了讓木頭長出香菇用的 在投產時呢 有些朋友會挖 有些朋友不會挖 這就看你的使用習慣 我自己是習慣挖掉 因為這些植菌孔內的菌 對敲心蟲的投產並沒有幫助 所以我選擇將它們除掉 另外 這些產木在泡水之前 我都有習慣放到冰箱冷凍庫 先動個兩三天 啥目的呢? 這些木頭 他們可能先前在山裡 囤了滿長一段時間 所以裡頭住進其他昆蟲的機會相當高 像是常見的天牛幼蟲 還有呢 我也在產木裡刨出過一小窩的巨山椅 如果你買到的產木很新鮮 甚至還能種出香菇來 就像前陣子 苦裡講示範的那樣子 種香菇或是養螞蟻 都挺好玩的 但是你都不會希望這些事情發生在你的產房裡頭 所以使用前 抹動下 確保安全 盡可能降低奇怪現象的發生機會 畢竟 偷一次產 就要花上一兩個月 甚至三個月才能知道成果 你 你一定不會希望你珍貴的母蟲 被其他昆蟲干擾 而降低產卵的慾望 甚至 好不容易產生的卵 雞母蟲呢 跟牠們一起競爭過日子 那 簡直一整個悲劇 再來 肆域香底部先鋪一層2-3公分的木屑 這些要鋪底的木屑呢 由於並非產卵的主要場所 因此我也會拿些使用過的二手木屑來使用 為什麼呢 因為簡樸 不過使用二手木屑要注意到 它容易腐朽 出水 容易長出黏菌 這些都會影響你的產房環境 甚至搞不好還有其他種類的幼蟲 沒取乾淨混了進去 所以要使用前要先明白相關的風險 有把握在使用 當然啦 用上新木屑肯定是最好的 省稀 省事 省麻煩 最後 放入產木 然後呢 鋪入木屑 產木放置的方向可以直放 或是像這樣橫放都行 看你的使用習慣 如果遇到難搞的木屑 怎樣都不肯 橫放不生 那就把木頭立直 值得不生 再把它橫放 變換風水必須講究 搖勻 鋪一鋪 旁邊要壓實固定木頭 別讓木頭亂換 好囉 大致上就這樣 預祝大家投產順利 拜拜 拜拜